台防务部门主管颜德发7号接受质询时称 为因应解放军军机近期演训 今年截至目前 台海空军耗费成本已经达到312亿元新台币 占今年台湾防务总预算的8.7% 台军战机频频升空 大举烧钱能起到什么作用 颜德发声称 现在是台军最有战力的时候 而岛内舆论近来却不断质疑台军战力为零 如何解读台军方与台湾社会认知不同调的窘况 台湾时事评论员唐湘龙 陈凤馨为您深入解析 台媒爆出的越来越多信息显示 国民党提所谓台美建交 请求美国协防台湾决议案 本来是想戳穿民进党当局的施政谎言 没料到民进党并未表达反对 让决议案轻松获得通过 国民党因此被民进党嘲笑是误判情势 事实真实情况究竟如何 有观点认为国民党提此议案是江启臣为明年国民党主席改选 和台湾2024大选党内初选卡位 对此又该如何观察 台湾时事评论员唐湘龙 陈凤馨带来全面解析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 驻扎在阿富汗的美军部队 应该在2020年圣诞节之前全部撤回美国 特朗普为何选择在这个时间点 发布对从阿富汗撤军的看法 美军全数撤离后 阿富汗有望获得久违的和平吗 时事评论员郭献刚由独家观察 海峡新干线 两岸看世界 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大家好 我是诗员 本栏目由豪氏特约赞助播出 豪氏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本栏目由金专会物用酒 福毛叫酒赞助播出 我们一起来看新闻 8号上午 一架美国空军MC-130J特种作战飞机 被爆由北向南飞越台湾海峡 台媒报道称 当天下午在美军机飞越海峡之后 解放军军机也出现在台湾西南空域 据台湾亲律媒体自由时报8号报道 解放军军机当天下午被记录到 出现在台湾西南空域 报道称 根据记录 8号下午2点58分 解放军军机进入台湾西南空域所谓防空识别区 高度为3600米 台军照例在空中警戒 并实施所谓的广播驱离 对于此次出现的解放军军机型号 台媒分析称 按照高度判断 应当仍为运8型反潜机 台媒还提到 有航空迷记录到 美军的MC-130J特种飞机 于8号上午11点左右进入台湾海峡 由北向南沿着所谓海峡中线飞行 约12点30分左右离开 美军机上午刚走 解放军军机下午就出现在台湾西南空域 据台湾媒体报道 解放军军机从9月中旬至今 持续巡航台湾周边空域 台防务部门7号晚间通报 当天一架解放军空警500预警机 再度进入台湾西南所谓防空识别区 有眼见的台湾媒体指出 之前向台军罕见广播喊话的 就是这架空警500 据党内清理媒体自由时报报道 台湾防务部门7号晚通报 大陆当天再度出动军机 巡航台湾西南空域 此次派出的是空警500机型 台湾联合新闻网称 正是这架空警500当天向台军喊话 台湾地区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正在进行例行训练 请不要干扰我正常行动 当晚台防务部门也在其官网 实时军事动态专区 发布解放军军机动态信息 值得注意的是 这是台军第一次以中英文形式 公告解放军机动向 此前只有中文版本实时军事动态 另外 这也是台军首次公布 解放军空警500预警机监控罩 根据台防务部门官网 实时军事动态专区统计 从9月16号到10月7号 解放军军机以第13度巡航台湾周边空域 台防务部门主管闫德发7号表示 为拦截尖真解放军军机 今年截至目前为止 台湾海空军耗费成本约新台币312亿元 以占本年度防务预算的8.7% 此外 严德发7号在应巡时还表示 台军将于10月在台湾西南外海 密集实施所谓空层空域专案操演 强化巡异 遏制大陆 针对目前的台海局势 有明代在质询时指出 有台湾退役将领表示 两岸若开战 台湾是不是仅一天就投降 严德发竟然回应称 针对台空军战机频频升空 拦截解放军战机大举烧钱的举动 有岛内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好奇发问 台湾空军升空区里解放军军机有必要吗 而对军事有兴趣的岛内网友则留言分析 不升空的下场超惨 不抓紧时间升空 就可能没机会升空了 还有岛内网友说 民进党当局烧纳税人多少钱无所谓 在意的是选票 施政好捞钱 本栏目由豪氏特约赞助播出 豪氏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同时我们也要感谢月华不锈钢 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怕生锈用月华 相关话题 我们来连线台湾时事评论员 唐湘龙 陈凤馨 欢迎二位 首先想请教一下唐先生 为因应解放军军机军舰演训 台防务部门主管颜德发誓表示 今年截至目前 台海空军耗费成本 约312亿元新台币 已占今年台湾防务预算的8.7% 至于是否有预算排挤效应 台防务部门说 会滚动检讨推估编列预算 那您对此有什么样的观察呢 好的主持人 当然台湾的防务部门的首长颜德发最近只要到台湾的立法机构去背询的时候 每次都会释放出惊人之语 都让人家看到了两岸之间的军事紧张 以及台湾在应对这个军事紧张 因为政治上面的无能和崩溃 以至于在军事的应对上面 压力越来越大捉襟见肘 当台湾的民意代表说 昨天在问到颜德发说 台湾到底在拦截解放军的这些军机的过程当中 台湾到底付出了多大的成本 这都还是有形的金钱上面的成本 颜德发的回答是312亿 所付出的成本 第一个非常的惊人 已经占到了常态性军事预算的十分之一 第二个 所造成的台湾的军方 尤其是空军的疲劳 那种的疲劳感 不管是就是说 这个战机的金属疲劳 或者是人员的疲劳 那个是隐形的看不见的 但是是很大的负担 第三个它大大的增加了 大家在这种近距离的接触的过程当中 擦枪走火的可能性 好 这些都只是防务部门所提出来的 非常冰冷的数字 可是这些冰冷的数字上面 让大家担心的就是说 台湾还要耗费多少的有形无形的力量 去面对这种因为政治紧张 不信任所导致的军事上面的 这种的不确定跟摩擦 这个是政治问题 严格讲不是军事问题 但是军事上面却付出了代价 而且看起来台湾在应对这种的 升空拦截和解放军的这种的 近距离的第三类接触当中的 对应的方式已经到了饱和点了 现在大家只是担心的 有没有可能因为这种的 大家持续性的 持续性的相互的对峙 饱和疲累而导致的擦枪走火 让两岸之间陷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 好的主持人 民进党当局手上的钱是取之于名 本来应该用之于名 然而现在这笔糊涂烂账 为岛内民众所换来的 是更多的不确定和不安全 那被问及有台军退役将领说 两岸开战台湾一天就投降 我们看到严德发不仅是失口否认 还声称现在是台军最有战力的时候 这似乎与近来岛内舆论不断的质疑 台军战力为零 以及有民调显示 绝大多数的岛内青年 不愿意当兵这种现实 是很不相符的 想请教一下凤鑫女士 您如何来解读台军方 与台湾社会的这种认知不同调 我觉得其实在过去这三十年 其实台湾面临了很强的军事方面的重组 而台湾年轻人的服役役的实现 也从两年到一年 然后最后变十个月 现在只剩下四个月 其实你从这一连串的财测军令 然后财测这一个整个兵役上面的服役的年限 其实当然都是军令上面一个 军力上面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耗损 所以过去三十年因为和平时代 而裁减的军力 你要现在说 现在军力是最好的时刻 我想任何熟悉军事方面配备的人 都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 在退役将领 关心军事上面的这一些将军们 他们各个都觉得现在的情况 恐怕比想象中的还要来的危急 这是熟悉军事的人所说的 那么可是另外一方面 我们看到一般民众 我觉得一般民众到目前为止 虽然觉得两岸的紧张情势非常的高 但是至今不太愿意去面对 如果发生战争之后 可能产生的现实状态究竟是什么 它有分几个部分 那么一方面第一个层次是说 不会发生战争 到了第二层次的思维是说 那如果打仗了之后该怎么办 结果超过一半的人说 那就和谈 可是对于现在两岸之间完全没有沟通的管道 到了战争的时候又如何和谈这件事情 其实台湾民众没有进一步的去思索这样的问题 其实台湾民众估算两岸之间如果打仗 其实台湾要赢的几率并不是那么样的大 所以只好寄希望于第一不会打仗 第二美国会来协防 第三可以和谈 但这三件事情如果在此时此刻没有做好因应的话 其实这三条路都不会是台湾的出路 我觉得真正的问题是台湾至今没有真深的去思考 两岸如果不再和平 台湾到底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好的谢谢 稍后再来向二位做请教 我们再来关注 国民党团日前在台立法机构提所谓台美建交 请求美国协防台湾决议案 连日来是持续引发舆论争议 民进党台立法机构党团嘲讽国民党团是误判情势 面对外界批评 国民党主席江启臣却辩称 所谓复交案是对中华民族有益的事 有媒体分析认为 江启臣除了明年寻求连任党魁 也有放眼2024的强烈企图 台立法机构6号通过国民党团提出的 所谓台美复交等决议案 民进党7号召开中常会 据预会人士转述 民进党台立法机构党团总赵柯建明认为 国民党团可能是误认民进党团 不会支持提案 蔡英文则疑惑 国民党主席江启臣知不知道要提案 民进党党团干部认为 江启臣是国民党团成员 不可能不知道 对于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可能误判情势 民进党台立法机构党团干部 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原当天状况指出 台立法机构会议开始前 国民党机民戴林思明 就对民进党团干部说 国民党团总赵林维州发出甲级动员 国民党团要提两个案 是民进党团的不同意案 民进党党团干部说 当天进入议场后 蓝绿党团沟通时 林维州也向民进党团干部说 别说了 你们会挡我们 出乎意料的是 台立法机构会议最后无意义 通过国民党团的两项提案后 国民党机民戴赖世宝 向民进党团干部说 民进党真的给过 民进党团书记长庄瑞雄当时回应 我们给你支持啊 岛内所谓独派 6号在国民党外开记者会 肯定国民党推出这两个决议案 并进一步建议国民党 接下来应该推所谓台湾正名案 对此 香港中评社分析认为 当对手都赞美肯定 那就是你做了错的决定 因为这决定符合对手的利益 如此一来 国民党不是反而掉入自己所设的陷阱 国民党提这两项决议案 让岛内所谓独派分子较好 但遭到海内外中华儿女的痛批 党主席江启臣却辩称 香港中评社发表社评认为 江启臣是蓝营民代 本身就在国民党团内 两项决议即代表江启臣的意志 这毫无疑问 由此可以看出 江启臣除了明年寻求连任党魁 已有放眼2024 用所谓独台路线掌握党权 养攻大魏的强烈企图 这两项决议案 与其说是政治操作 要让绿营难堪 不如说是江启臣 要借着宣示所谓亲美反共 切割与大陆关系 甩掉朱立伦 韩国瑜等党内竞争者 上海市台湾研究会会长 严安林受访时指出 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 提出的这两项决议案 违背了2005年以来 国民党所确立的 两岸政治和解的路线 违背了台湾地区的 相关法律规定 违背了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的潮流 和国际社会的一中格局 其危害性很大 既不利于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 也破坏了国共的互信 又会助长民进党当局 继续挑衅两岸关系 相关话题 我们继续来请教 台湾时事评论员唐湘龙先生 唐先生 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 是有越来越多的信息显示 国民党提索为台美建交 以及请求美国协防台湾决议案 本来是想戳穿 民进党当局的施政谎言 但是没想到 民进党并未表达反对 甚至还倒打了国民党一耙 您觉得事实是否是如此 此外就是有观点认为 国民党提此议案 是江启晨为明年党主席改选 和台湾2024大选 党内初选卡位的一个精算 您是如何来看待这种 为了一党一己之私 绑上两岸同胞和平福祉的 国民党的行径呢 国民党提出来的这两项的提案 其实从国民党的盘算 是让国民党跟民进党之间 有所区隔 尤其要出出民进党的洋向 民进党不断的宣称 宣称他现在和美国的关系 空前的好 但是国民党提出就是说 光这样子嘴巴上的好 有什么用 建交啊 你民进党既然已经 817万票是最大党 为什么不寻求台美建交 你要讲出来啊 第二个光是卖武器给台湾 有什么用 不要战略模糊嘛 你美国既然呢 要对台湾表达安全承诺 要让台湾站在反中的第一线 要民进党呢 带着呢 台湾人呢 去送死 那你就应该增加 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啊 换句话说 过去的那种 到底要不要军事介入台湾的 那种战略模糊 应该要变成战略清晰 国民党是用这两个提案 当做两张的试纸 想要去测试 也让他看清楚 民进党的本质呢 到底是什么 那个试纸一抹了之后 民进党有没有毒就知道了 这个是国民党的最原始的念头 当然还有一个效应呢 是大家看不见的是对内的 是对国民党 国民党目前在 2020年大败了之后 国民党的内部 新生的新生的世代 以及本土本土派呢 抬头了 所以现在的国民党 虽然还叫做中国国民党 可是中国国民党里面的 台湾国民党 现在慢慢的成为国民党里面的 一支主流 这两个主张 对于国民党里面的本土派 是没有困难的 可是呢 对于传统的国民党 对于呢 走在合同道路上面的国民党 这两个主张呢 就很尴尬了 所以明年的党主席的选举 这两个主张 有可能成为测试 谁是所谓台湾国民党 谁是中国国民党的 一个测试的市值 不只是民进党 也是国民党 而明年的党主席的选举 这个主张就很可能成为 不同的参选人之间辩论的主軸 当然如果处理的不好 国民党可能因此而走向分裂 不只在台湾 有可能呢 被边缘化 在两岸关系当中 也被边缘化 在历史的洪流当中 可能灭顶 好的主持人 真的是病急乱投医啊 国民党偏偏为自己选上了一个下下策 好的 谢谢两位的分析和点评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广告之后 我们继续来 欢迎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盖线 我是诗园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台立法机构最快下周排审 开放韩寿肉经美猪进口台湾的行政命令 蓝绿全员备战 兼据民进党中常委身份的明代何志伟 7号在民进党中常会提出 要控管美猪进口数量 以缓解冲击 遭到了党内劝阻 还私下被抱怨是死小孩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当场更是不发抑郁 场面相当尴尬 我觉得反应就 各自大家都把自己的想法 跟意见提出来 主席还好啊 就是微笑的啊 民进党机民带何志伟 在7号的民进党中常会上 提案渐情美猪进口数量控管 缓解冲击 过程中兼任民进党主席的蔡英文不发异语 甚至传出其他中常委事后抱怨 死小孩怎么提这东西 事后何志伟本人更私下表示 民进党内大人要他先不要讲话 引发各界关注 民进党台立法机构党团干事长 郑云鹏也跳出来反驳 称7号的会场 并没有死小孩这样的用语 郑云鹏更说 反倒是国民党 现在常常利用所谓委员会赵伟的优势 破坏意识规则并涉局 导致表决被制作成影片 在网络上被攻击 对此 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罗志强表示 何志伟不是死小孩 而是拆穿国王新衣的小孩 他推想 何志伟有选民压力 因为听到民众呼声 因此才建议民进党要为台湾民众把关 眼下在美猪议题上 国民党方面可谓火力全开 台农业部门主管陈吉仲 日前因美猪议题赴台立法机构接受质询 遭国民党机民带集体抨击 甚至呛他 曾经反美猪 现在却护航 很无耻 陈吉仲也因此被激怒 双方在议场内爆发激烈口诀冲突 下台 不能冒人 冒人 快冒人 不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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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 国民党7号还针对小学菜单上 出现也有韩瘦肉精美猪的广告召开记者会 痛批民进党当局从上而下 为韩瘦肉精美猪辩护 用偏颇资讯洗脑民众及台湾的下一代 呼吁当局相关单位应该全面进行彻查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继续来 欢迎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本栏目由豪氏特约赞助播出 豪氏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我是诗员 带您来关注今日重磅话题 在阿富汗战争发生19周年之际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7号 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 在阿富汗的剩余美军 应在圣诞节之前回家 美国有信电视新闻网等美国媒体分析认为 临近美国大选 特朗普宣布从阿富汗撤军的意图不言而喻 就是想为自己的选情加分 当地时间7号 特朗普在社交网站上表示 驻扎在阿富汗的美军部队 应该在2020年圣诞节之前撤回美国 就在特朗普表态前不久 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奥布莱恩才刚刚表示 美方将在2021年初将驻阿美军缩编至2500人 目前尚不清楚双方表态为何存在出入 不过美国媒体指出 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撤军 是特朗普当初的竞选承诺 眼下他急于达成这一目标 为即将举行的大选铺路 特朗普试图向外界证明 他已兑现四年前的竞选承诺 随着大选临近 特朗普近来意在提战选情的相关动作不断 当地时间6号晚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称 他已授权公开所有 关于俄罗斯干预美国2016年大选 以及希拉里邮件门事件的情报资料 已揭穿所谓的通俄骗局 自2016年美国大选以来 民主党人一直指控特朗普勾结俄罗斯政府 此前有报道称 希拉里·克林顿当年为分散公众 对其电子邮件丑闻的注意力策划了通俄门 试图将特朗普与俄罗斯捆绑在一起 随着2020年美国大选投票日的临近 未来俄美关系的走向也受到关注 在6号播出的一次采访中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 俄罗斯不干涉美国大选 然而特朗普一系列试图为自身选情加分的举动 无法改变美国政府防疫不利的事实 特朗普自身日前检测出感染新冠肺炎后 仅仅住院4天就赶回白宫 7号他还在推特上发布一条视频 介绍自己的治疗过程 特朗普在视频中承诺 他所接受的新冠病毒治疗 将免费提供给美国人 特朗普还将这条推文同时置顶 配文来自总统的一条消息 特朗普虽语其乐观 但美国的疫情依然极为严峻 白宫已燃成新冠重灾区 相关病例已升至34人 纽约市部分热点地区近期疫情反弹 一些社区的新冠病毒阳性检测率 连续7天超过3% 纽约市长德布拉西奥当地时间7号宣布 由于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近期飙升 包括布鲁克林和皇后区在内的 纽约市部分地区 7号开始实施近几个月来 最严格的限制措施 其中包括关闭非必要企业和餐厅 室内用餐等措施 对于违反规定的人 政府将处以重罚 当地时间6号 美国顶级传染病专家 安东尼·福奇警告说 若秋冬季节防范不佳 美国新冠死亡人数 或将达到40万 美国最新一项民调结果显示 56%的美国人认为 美国长时间深陷于新冠肺炎疫情危机 美国政府对这一局面负有重大责任 另外还有55%的受访者 不信任白宫的疫情信息 这项民意调查 由芝加哥大学哈里斯公共政策学院 和美联社共同发起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7号报道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官员 李克·布莱特死前一天宣布辞职 他的律师表示 美国政府忽视科学专业知识 推翻公共卫生指导意见 不尊重专家 导致大量美国人感染新冠病毒 或因此死亡 布莱特无法继续为这样一个 将政治凌驾于科学之上的政府工作 相关话题 我们来连线北京演播室的 时事评论员郭宪刚先生 郭先生您好 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 驻扎在阿富汗的美军部队 应该在2020年圣诞节之前撤回美国 想请教一下 他为什么选择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 去宣布撤军 此外就是美军撤出阿富汗之后 这阿富汗能够恢复和平吗 我们知道 这个特朗普做出这个决定的 其实他并没有和他的助手们商量 因为他的助手 高级助手还在讲 这个圣诞节之后 美国在阿富汗的助军 还会保持2500人左右的规模 那么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特朗普做出这个决定的 是非常仓促的 之所以仓促呢 是由于和大选有密切的关系 现在离大选还不到一个月了 那么特朗普所面临的选情并不乐观 因此呢 他赶紧做出这个决定呢 对外宣布呢 是为了显示 特朗普在四年前的大选中 所做出的承诺 也就是从阿富汗撤军是认真的 他是言而有信的 也就是说他做出这样一个决定 实际上是为了大选的需要 那么美国如果从阿富汗撤走之后 那么阿富汗能够迅速恢复和平吗 我认为不大可能 一个原因是 塔利班和阿富汗县政府 矛盾还是很深的 在今年二月签署了和平协议 美国和阿富汗塔利班签署和平协议后 那么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的这个谈判 这个困难重重 就一个相互这个释放战俘的问题 就拖了有半年之久 那么今后还会面临 阿富汗未来的这个政治走向 政府的组成 政府的结构等等 这些呢 问题就更加的棘手 因此呢 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未来的谈判的路 很长 矛盾很深 在这种情况下 不排除双方又会在战场上相见的 这种可能性 这是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目前在阿富汗境内 还有像基地组织 还有IS的这个残余 在阿富汗这个活动是比较猖獗的 时不时制造一些这个恐怖袭击事件 那么美国撤军之后呢 这些极端组织的这个势头 可能会更加上升 采取的这种恐怖袭击的这个方式呀 更加的极端 案件的这个次数 袭击的次数也会上升 因此呢 阿富汗要想实现和平 还是很艰难的 这个在短期内是不可能走向和平的 感染了新冠病毒之后呢 美国总统特朗普很快就回到了他的工作岗位 他还承诺说呢 他所接受的新冠病毒治疗 将会免费的提供给美国人 您觉得这个承诺能够得到兑现吗 我个人认为呢 这是特朗普总统又给美国人画了一张饼 那么第一张饼 关于这个治疗新冠病毒是在前一段时期 他不断这个讲的 也就是说 美国会在今年年底前 这个疫苗生产出来 而且投入使用 那么这张第一张饼呢 画出来之后呢 到现在实现不了 我们知道根据美国各方面的专家预估呢 这个美国生产的疫苗 要想投入 完全投入使用 恐怕的到明年的年底了 因此呢 这张饼没有兑现 那么现在呢 特朗普总统又画了第二张饼 也就是说 免费给所有的美国人 这个按照给他治疗的方法来进行治疗 当然了 按照这个美国的财政来讲 我个人认为是 有这样的一个力量的 因为美国毕竟 它是世界上的这个 从经济实力来讲是第一的大国 它在军费开支上 稍微削减一些 那么来为美国百姓 免费治疗新冠 这个疾病呢 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问题是 美国的军费开支不可能削减 美国其他各方面的开支 又很紧张 因此呢 我个人认为 特朗普现在画出这张饼来 更多的是给美国人 一个空头支标 为了选举的是 这个需要 因为我们知道选举 剩下二来天了 至于二天 二多天选举之后 这个 这张饼能不能兑现 那就不管了 因为那时候选举已经结束了 但选举之前 必须要给老百姓 很多承诺 这样的话 才有可能扭转特朗普总统和共和党 现在在选举中面临的这种推势 好的 谢谢郭先生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广告之后 我们继续相关化 欢迎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是诗园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 在今日头条和微信 都开设了官方账号 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 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 微信公众号 就美国新冠疫情的相关话题 我们继续来请教 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 郭献刚先生 郭先生 美国最近是有民调显示 56%的美国人认为 美国政府应该对新冠疫情危机 负有重大责任 而我们看到 美国从政客到卫生官员 在处理新冠疫情上 至今都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那在疫情全面反弹的情况之下 您研判 美国社会将会面临怎样的挑战呢 因为我们知道 要抗击新冠疫情 必须是整个国家 要齐心合力 才能够做得到 否则的话 疫情就无法去控制 那么美国现在的情况就是 由于他国内各种力量之间矛盾重重 他的疫情现在又出现了新的反弹 而且根据这个美国这个专家预测呢 如果美国政府再这样继续下去的话 那么到今年冬天 美国这个因为新冠病毒疫情死亡的人数 可能会达到40万 这是美国人所要面临的第一个大的挑战 因为这个新冠疫情 病毒的疫情得不到控制 其他都根本无法摆到桌面上来 那么第二个挑战就是 疫情得不到控制的情况下 恢复经济活动是一纸空文 因为我们看到美国一些州 重启经济活动以后 现在又不得不停止 又重新这个来实施比较严格的这种社交的这个规定 那么疫情得不到控制 经济又无法这个重启 那么美国的失约率会继续上升 失约率上升 美国现在的贫富悬殊拉大 那么社会矛盾会加剧 那么第三个挑战呢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疫情依然严峻 经济又得不到恢复 老百姓的这个就失约率上升的情况下 那么种族冲突的问题会雪上加霜 因为美国的种族问题现在这个比较严峻 那么如果这个老百姓的生活再得不到改善 甚至不断的下滑的话 那么种族冲突也会加剧 所以美国社会面临的问题呢 是很严峻的 最关键的一点就是 如何尽快的能把疫情稳定下来 能够使经济活动重启 但要做到这一点 美国必须是上下一条心 要尊重科学才能够做得到 否则的话 形势会更加越来越严峻 好的 谢谢郭县刚先生的分析和点评 想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 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 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 欢迎您锁定每天五间播出的海峡五报 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干线 获取更多音视频资讯 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 官方客户端海峡TV 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 感谢收看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